大家好,我是小七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养生 毕竟健康才是幸福的基础 今天,咱们给大家分享的是 一套比较全面的甩手工 那么甩手工源自于一斤精 我们每天抽出十分钟来做一做 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全身的精络在练习甩手的过程中 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健运 能够帮助疏通经络 而且,我们在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你身体很多的小毛病都不见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套甩手工总共分为十个动作 稍后咱们会一边讲解 一边带着大家来练习一遍 首先第一个动作,前后平甩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全身放松自然站立 调整二到三个呼吸 然后将双手往前平举 高度由我们肩膀持平就行了 然后双手回落 然后往后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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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第一个动作 然后第二个动作 左右手画圈 我们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先来说右手 左手插腰 将右手先往左再往右 这样画一个大圈 我们画十圈就可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是第三个动作 双手往后画圈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双手交叉在体前 往上摆 往两侧打开 尽量往后展 我们也是做十次 我们也是做十次 第四个动作是 双手同时往前画圈 也就是和第三个动作 要完全相反 先从我们身体后面两侧 先从我们身体后面两侧往上上举 交叉下落 重复练习十次 重复练习十次 第五个动作是 攻步甩手 先来说 右攻步 双手平举 然后交叉 这样做一个甩手 然后左攻步 我们在左攻步和右攻步的时候 我们的手一前一后 要做一个改变 做一个调整 然后第六个动作 叫前弯腰交叉甩手 身体往前倾 到自己的极限位 双手自然下沉 然后往上 做一个小鸟飞翔的一个姿势 再往下的时候 做一个交叉 做十次 然后第七个动作 叫前后弯腰甩手 这个动作的难度和幅度比较大 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 在做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危险 有些吃力 咱们可以忽略掉这次动作 我来演示一下 侧面演示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双手用力上举 然后我们前弯腰 往下甩手 同时手往上背 这算是一次 这样来做一个练习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 那么然后我们来说 第八个动作 叫扩胸往后展开双手 这么一个动作 注意我们在往前扩胸的时候 要握拳 往后要手指张开 这样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完成了 然后是第九个动作 叫前后交替甩手 双手用力指尖 用力往下撑开 然后先抬起我们的右手 我们双手 其实是在一个这样交错的位置上 然后右手往下 左手往上 这样做一个交叉的甩手 我们也是做十次 这个动作就完成了 最后一试是一个放松的动作 也是一个左右练习的动作 双脚打开 全身放松 左手插腰 然后左手 那么这套甩手工 咱们就分享完了 相信朋友们在做完之后 会感觉到全身发热 也是非常的舒服 我们的呼吸频率 和我们血液循环的速度 有了一个很好的提升 每天坚持去做一做 像我们的身体的关节 也可以得到灵活锻炼 我们身体的经络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疏通 那么我们的全身 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个不错的锻炼 那么这套甩手工 咱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希望学会的朋友 每天坚持去做一做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视频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同事或者说家人 让更多的人受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交流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